斯罗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保持自律和刻骨 练就出这一副逆天身躯 这一切还要从他的第一场世界被淘汰赛说起 06年1%决赛面对荷兰 开场不到两分钟 就吃了范博梅尔一击又鞭腿 五分钟后 伯拉鲁兹又给他来的一击又正登 直接把总裁大腿蹬出个大窟窿 斯罗在英超都没有这待遇 踢了半小时 斯罗就撑不下去了 看到球队的希望之星被如此针对 葡萄牙的老大哥可不干了 把什么鞭筒 正根 正拳 太拳 全招护在了荷兰队员身上 据说罗本和斯内德都是在这场比赛后 才开始脱发的 看着这场四红十二黄的史诗级大战 斯罗明白了一个道理 踢球还需自身硬朗 如今37岁的斯罗 依然在追求更多的冠军和荣誉 岁月也许能打败我 但绝不是现在 比起一身腱子肉的斯罗 你认为谁的身材可以和斯罗有的一平衡 评论区告诉我 向提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